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空非常晴朗 零下八度 我万分的感慨 台湾 大陆 当然都是中国人 可是从满清末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走了一百多个年头 我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 满清击若 从满清之后甲午战争 割让台湾之后 所有的各种思想 各种行动 各种救国的主张 都有 有人要君主立宪 有人要全盘西化 有人要废除皇帝 有人用笔 有人用刀 有人用枪 有的人用鲜血 有的人用阴谋诡计 有的人用钱来救国 各种各样救国的主张 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我是好的 你是坏的 我是好人 你是坏人 我要杀了你 彼此互相残杀搞了这么多 各国要瓜分中国 中国这个国家每一个人 十亿人口可以有一百二十亿种主张 谁定输赢 谁对真假 谁对是非 谁是对 谁是错 只有用鲜血 用刀枪 最后决定 国共战争一直到现在 死亡一千多万 死伤一千多万人 国共内战到现在 死伤一千多万人 从1949年 大陆是毛泽东 台湾是蒋介石 大陆反右 台湾反左 继续杀杀杀或关关关 到今天 中国人可以团结吗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中国人 中华民族真正复兴崛起的机会 而不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吗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谢谢大家晚安 新党文宣会副主委林明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上个周末 台湾有一场万人上街头 对执政者抗议 抗议什么呢 抗议空污 有上万人 反空污大游行 高雄台中 中南部 齐步走 那这么多 当然在野的人 武敦毅 他带着国民党上街头 然后 国民党的立委上街头 这都是非常合理的 可是 民进党的县市长 也混在人群里面 要上街头 这有点好笑的是 你上街头 人民上街头 是向执政的人抗议啊 今天从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 到主要的各大城市的掌权者 都是民进党 你上街头抗议你自己吗 那你民党自己处理一下 不就行了吗 这个上街头雾霾围城 到底是要干什么 今天证明这个雾霾 这个空污 根本就是MIT 台湾自己生产自己创造 自己弄不用外来的 你刚刚说处理一下就好对不对 民进党他就是不能处理 他不能处理 尽量有群众运动 我就要好好参与 这个民进党弹性如此之大 各位 这不是第一次了 华丽的转身 2005年11月21号 那时候台中市也发起了一个 就是要加强治安的一个抗议活动 结果当时的内政部长 就是现在的立法院长 叫苏嘉全 也参加了这项活动 当时台中市长胡志强说 你这样不是打击 我们的警察士气 可是人家就这样干这些事情 刚刚之前讲到个重点 大部分的污染源都是MIT 其中我们蔡总统说 这个空污跟能源政策无关 对不起 PM2.5 三大污染源 第一个高雄中刚 第二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第三个高雄星达电厂 后面两个全部是燃煤发电厂 既然是这样子 很多气象专家 环保团体都告诉我们 在2016年之前 台中基本是没有空污的 台北的空污很轻 连高雄都比现在好很多 显然就是因为2016年之后 对 那就是跟民进党有关 可是民进党的行政院 环境保护署 他就登了一个这么半版的广告 造福媒体 你看媒体现在都很穷 结果政府机关的广告 媒体都要抢食 他说抗空污尚未成功 我们会更努力 表示说空污降低PM2.5 我们有很大的功劳 你觉得呢 我跟你讲 刊登这个广告 刚好一减二雇 没拿减四雇 第一点 听我话的人 就可以拿到这空污的广告 空污的广告 就可以让你们赚到钱 第二点 我就是反正我做不到 你知道之前我举个例子 刚刚不是讲火力发电82%吗 对不起 这个核能发电12% 是30年以来最低的 你说空污来自哪里 民进党执政 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件事情 他心心念念一定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执政了 我拿到权力了 我要继续控制权力 我做的一切事情 都只有两个目的 权跟钱 我拿钱是为了要权 拿权也是为了钱 农田水利会 台湾上百年的农田水利会 从清朝以后到日据时代 只有日本人为了控制 才把农田水利会 要改成是官派 然后国民党的时候 想做不敢做 做了一半又不敢做 又退回去 民进党竟然改官派 掌权者赤裸裸的夺权 而且夺产 亲蒙打呼 就是这样子 12月15日 立法院处理农田水利会的组织 通则修正草案 那用人事优势强势表决 你很意外吗 民进党当然就是这样干的 也不用经过委员会副委 就直接就禁副二读 跳过初审 各位观众 所有的法案都要三读 就要一读二读三读 他现在都不用直接 砰插队二读三读 就过了 多么愉快 多么快乐 可是 苏焕智 他在1992年领导农民 抗缴水族成功 1992年是国民党执政 然后他当然是民进党 也当过台南县长两届 他说 他骂民进党说 行政院美其名是改制 跟提升为公务机关 其实是赤裸裸的消灭水利会 强占财产 并且从民营变成政府机关 完全是反民主 开时代的倒车 然后农委会的副主委李退支呢 他是苏焕智一手栽培的亲信 现在高居委农委会副主委 他说什么呢 他说农委会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他到底说了什么我听不懂 好 国民党 到底是反对还是不反对 当然是反对 当然是反对 可是国民党的反应 国民党的反对 到底有没有利益呢 好 吴敦毅他在中常会公开 向全世界宣布发动动员力 说国民党应该要去占领议事 应该要抗议 结果国民党的党团干部说 没有人跟我讲 吴敦毅要求党团夜宿一场 然后他质疑党主席对党团下令 干部竟然要看新闻报道才知道 兰委确实都没有接获党中央指令 可见中常会跟党团的资讯上仍有落差 可是国民党的资深立委 这个党团干部也没有具名 资深立委也没有具名 他说 一场的意识攻防策略有一定的机密性 吴敦毅却放着政策会执行长 沟通管道不用 公开在中常会上 公开下指导席 让全世界都知道 国民党要怎么党 党团还能够怎么党 那吴敦毅在为了空污 上街头抗争的时候 记者赌他 他就说 民党做法很霸道 你去搜农田水利会 收为国有 巧取豪夺人民财产 水利会的财产超过千亿 那你根本就是在夺取老百姓 掠夺老百姓的东西 国民党文权会主委李明贤说 吴主席当天在中常会 指示党团总召林德福也在场 怎么会没收到指令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收到指令 总而言之国民党几乎没有党 国民党到底怎么了 这样的在野党 连这样一个东西 民党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是觉得国民党的立委 其实有时候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国民党的问题就在这里 你甚至不分区的 有时候对党的指令 都不是非常的坚持 那你当不分区要做什么 不分区就执行政党的指令 但是我的感觉 更大的感觉 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 国民党有些立委 大家有点气馁 你要怎么挡得住他们 你打架也打不赢他们 人数没有他们多 打架的狠也没有人家狠 而且说实话 到最后结果 的确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民进党就是要给他过 很简单 这个财产如果包括土地这些 然后不止千亿 你是现金千亿 你如果把那土地 全部加进去的话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 来 委员跟您报告 全台水利会 这是根据农委会的说法 这还是严重低估 有 他现金700亿 不动产2000亿 要知道这个不动产 绝对超过4000亿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机关用地的话 是不值钱 他只要变更成商业用地 那可能是三倍 五倍 十倍 可能上兆都有 然后每一年农委会 还补助几十亿 这个太值钱了 所以一旦改为官派 这些全台湾的农田水利会 正式职员2000多人 你到底是公务员 还是约聘雇 你的所有的权利怎么办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他一定要把它改为官派 第一个他一时间就 马上就收了这么多的财产在手上 这些土地未来都可以利用的 都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使用 第二个他就替自己人创造很多的机会 工作的机会 就像他们要斗争国民党 说这个党产 说我把你钱给收回来 把你财产收回来 可是为了设立这个党产委员会 他们创造多少工作 民进党这些人上去 每一个人拿的钱 你看都这样子的大 这样子的多 所以我在讲 台湾很多年轻人失业 可是民进党充分就业 而且付给他们的报酬 都超过他们的能力 所以你现在把全国的农田水利会 收回官派的话 你想想看 这里面创造多少工作 你刚才讲2000 2000多个工作 所以民进党可以用这个工作的职位 可以收览多少人心 可以照顾自己多少人 所以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他们如果批评国民党当年说 你手上控制太多的财产 你控制太多的职位 他现在刚好相反 你就是国民党手上拿来 然后你就交给民进党 现在不就这个样子吗 改官派 你有可能会派 这个中间的选民吗 你有可能派国民党的人吗 会派国民党的人吗 会派这一排里面的人吗 不会嘛 这些都非我主类 他一定派他们绿色的 而且越绿的越好 所以这个他们绝对充分就业 叫他们现在建立一个 党国一体的这样一个怪兽 党国怎么一体呢 已经有潜力了 人家民进党做事情是有步骤的 学着点 复联会的董事要改官派 全部他的资产也是将要1000亿 就收回去 而且那几个董事多值钱 连小小一个国语日报 董事也要改官派 那又塞多少人进去 董哥你中文CB 可是国语日报董事 绝对不会是你 农委会前主委陈宝基说 如果农田水利会 可以破坏现行的公务人事制度 将来就是你全部这些人 你到底要怎么办 你要把它lay off 把它遣散 还是你把它变成公务员 你弄成公务员也是不合法的 那你要把它遣散嘛 那你这些人人家好好 本来是私产 你凭什么夺人家的产 夺人家的工作 那他就说 那将来任何财团法人 被政府一收回去 这些人又变公务员了 然后你派的人也是公务员 那实在太爽了吧董哥 对啊 为什么要改为官派 因为过去用投票 我投不够你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记得 那时候的媒体报道什么 张龙卫打败蔡英文 对不对 认为张龙卫掌握了农民水利 这些系统 但是其实台湾情况是这样嘛 全国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仲田的农民70%是挺原进党的 可是他们在水利会还是显书 他觉得说 那我显书我不能掌控他的财产 很多老百姓对这个是没有感觉 他们搞不清楚什么叫二毒 金户二毒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立法院所谓三毒 一毒以后就把这个案子把它丢给 立法院有八个委员会 这八个委员会都是比较专业 所以民进党自己过去叫做委员会中心主义 就让你们很仔细的去审查 审查完以后再回到宴会的二毒会 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 是委员会中心主义是他们长期主张 他们现在不要了 我现在直接就二毒 二毒以后三毒就结束了 你比较快啊 比较快 而且他还夹在一个税字 对不对 我们的税字他还夹在里面 董哥讲的税字在这里 民进党人家做事都是配套的 就是我这个独裁我不能够右手独裁 左手不独裁 通通都要独裁 税改案也是强行二毒 然后兰伟说蔡政府急着跟股市大户交心 快点赶快对股市大户要降税嘛 对不对 是啊 所以大家看会长由大家投票 由会员大家来投票很正常 任何民间机构都这样 结果民进党把它改为官派 你反对他 他说你叫抗制改革 什么叫不要脸 我们现在台湾的世界就是不要脸跟要脸在斗争 不要脸的人比较多 他们现在很强势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他用意在哪里在一类夺财产 就是这些财产 我们水利会很多土地是 会员他过去种田 那后来他成立水利会 他们后代子孙不种田的 他就将给水利会 那是人民个人的财产 将给水利会他成为会员 今天政府把它拿来自己用 那这个其实就是土匪的行径 所以你看民进党什么都敢做 前国十七个水利会 民进党选了半天只赢了五个 他选输啊 所以他觉得说我选输 那这些人有资源 而且又有民意基础 他可能会跟我作对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用这些方式把国民党踩到脚底 他认为这些人可能支持国民党 他的想法完全是嫌疾的高量 民进党就是把选前说 我要给你劳工很多福利 选后马上一粒一手给你 什么通通都取消掉 选前说自由民主 马上选后就要来威权复辟 所以民进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纳粹法西斯的行政 刚才大家都在谈说 什么叫禁腹二毒 其实我们本来民主政治 特别是说有立法院议员 民意代表这样的一个制度 他有个很重要的精神 即使是你选出来的这些民意代表 他其实是代表人民 他并不是他自己可以按照 他自己的抑制这样子的 这个倒行逆施 所以一毒会还并不只是说 这些立委 他应该根据委员会 还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好好审查 通常像一个影响人民权益很大的 譬如说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水利会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刚才大家已经 摸现清楚了 他涉及到很多的人民财产的侵害问题 你在进入一毒之前 你还要办公厅公厅会 所以很多法案 他之所以在一毒会 他会有一个流程 就是说你实际在 沈一毒会的召集委员 跟里面的委员 他就会主张说 我们应该在沈一毒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办几场公厅会 把水利会的人员 有这些靠选举组成的这些礼监士们 和雇员 现在大家不是讲了吗 这些正式的人员 他到底何去何从 他们都在公厅会 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政府官员 以预备做这件事情的 朝你这些条文的人 也应该来回答 说这些人该怎么办 还有学界要不要找来 对 学界也要找来 然后以及这些财产 就刚才董哥讲的 这个财产怎么办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请财产学的专家 甚至宪法学者也应该来 说你今天这个法律 你通过了要提醒立法委员 你可不可以盲目的去推动一个 明显可能会违反民众的 财产权的违宪的法律 这些事情都要做 大家要讨论 讨论完了然后才进行一读 也就是说你这事情 你怎么可以去禁副二读 这个农田水利会是什么案子 这个通通以前也听都没听过 你说在1999几年 曾经国民党打算提出来讨论 可那时候国民党 也没有真正的拿出来 后来实验了以后退回去了 国民党放弃了完全放弃了 大家不要想想看 就算1991年92年曾经提过 那时候总统还没有民选 大家不要忘了 1992年 1992年还没有96年的民选 台湾还没有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 那个时候的法律 你今天拿来讲 那25年台湾时空环境变化多大 你现在新提出一个法案 你这些程序都不用通过 那农田水利会这些人 他们就是这个砧板上的鱼肉 对不对 他就叫任你宰割 公投法刚刚通过 农田水利会现在全部集结 你有没有实力就是看这个 你赶快去发动一个公投 这个明显违宪的 赶快去要求释憲 真的在立法院不避旺了 擋不住的民进党倒行逆施 他一定会成功的 民政这件事情民进党可以继续这样搞下去吗 我记得当初这个 我讲过民进党执政四个字 叫土匪进城 土匪进城所以烧杀掳掠 可是我觉得过了一年多 我的感想又再更上一层楼 叫做纳粹当道 就是什么呢 纳粹党执政了 当然要维护我们千年帝国 永远执政 所以跟纳粹一样 纳粹在选前是支持工人权利的 选后不准工人再罢工 不准机会 民进党不是这样 选前说我要给你劳工很多福利 选后马上一粒一休 什么通通都取消掉 选前说自由民主 马上选后就要来威权复辟 所以民进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纳粹法西斯的行径 就是通通吞进去 什么都官派 而国民党也不要怪别人 因为刚刚讲说 中央跟党团不一致 那我就想到 当初洪秀柱当党主席的时候 不是说党团自主吗 党团不一定要听党主席的 所以现在两个人分道扬镳 各行其事 不是很正常的吗 那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国民党不应该怪选民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你在执政的时候 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事 你干了什么 你还不是打压军公教 年终委员金是民进党砍的吗 所以换柱是民进党帮你换的吗 都不是 你自己的一切 自己承担自己负责 不要把什么一切都怪到选民身上去 老百姓什么都不会做了 老百姓认为跟他不相关嘛 你 你这些什么水利会改起来 和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现在出短条例是针对蒋介石 和我有什么关系 然后 党产和我有什么关系 日本国语日报也跟我没有关系 那不是跟纳粹一样吗 就让纳粹把每个人都砍了 最后砍到我了 才发现是有关系的 才发现跟我有关系 是啊 现在台湾社会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冷漠 现在台湾最夯的话题不是这个 现在最夯的话题叫做 湘南棋 湘黄棋 你知道湘黄棋是什么 可是来不及又怎么样了 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 民众的冷漠 常常让这些政客得逞 所以你看到 一个这么不称职的立委 要罢免他 都功拜垂成 黄国昌 是 就这样 这么烂的立委 下个雨 下个雨天气冷 我就不气 然后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人家死出多少手脚 你看 那些投票通知单 被绑在电线桿上 多么恶劣 还去查水表 然后两个里长公然讲 我挺黄国昌 我不帮忙发投票通知单 公然讲 是啊 这不违法吗 他薪水照领 这是 他也算公职人员 可以吗 都可以啊 没有人去告吗 是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社会 光怪怒离 大家不在意嘛 不在意 我们的社会就是 越来越往下走 就是 在德国的时候 后来人家反省 为什么纳粹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而且在当时 在希特勒执政的时候 他最后鼓成一个风潮就是 大家都勇于支持 而且热情 热血的支持 希特勒都觉得他是对的 然后 冷漠 对于别人的受苦 别人的受害 都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而台湾现在 不就是这样子吗 促转 促转条例 转型正义很好啊 促转条例很好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去对付那些 有权有势的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他是促进威权啊 清算斗争才是民进党的 硬道理 他做的每一个法案 都是要清算 都是要斗争 好 你12月5号通过促转条例以后呢 其实第二条就规定了 要在公共建筑或者场所的纪念 或缅怀威权统治者之象征 英语移除 英语的意思呢 就是强制性 你必须 如果主管机关没有 把它移除的话 你叫做独职 你要改名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置 中正纪念堂 未来下场会怎么样呢 其实现在因为卧槽 拿到民进党给他的标 卧槽来决定 假装好像要办一个什么 很多来 大家来讨论啊 社会的民主啊 要讨论说中正纪念堂 以后要怎么样 可是他直接就问 拆掉中正纪念堂以后 应该要盖成什么样子 他的问题就是问你说 以后中正纪念堂 应该盖成什么样子 好 那你不是预设结果了吗 蔡总统说 其实促转条例 其实格局很大了 你把它简化成改名 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我把它翻译成 大家听得懂的话 就是促转条例 我们要对付的人跟事情 多了 只有这样一个小事情吗 拜托 你太小看我蔡英文了 民众说民党过去抗议多数暴力 但现在的转型条例 难道不是多数暴力 当然就是多数暴力 民党现在干的每一件事 哪一件事情不是多数暴力 那我们当然再温习一下 全台湾196条中正路 19条介受路 10条金国路 还不要忘记 羅斯福路要不要改 中山北路要不要改 那算不算用威权的名义 来纪念威权 罗斯福不威权吗 那第二条已经规定 英语移除改名 那你要不要改 那改了之后 你连你的身份证 你的户籍 你的毕业证书都要改 学校要不要改 全部都要改 然后当然88亿枚 有蒋中正校项的硬币 要怎么办 要不要销毁 有孙中山的怎么办 全部都要改吧 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 张庆辉他都看不下去 他直接讲 我不清楚 促转条例的内容是什么 知道是要把中正路介受路改名 这一改下来 身份证多 政件也要改 会把公务员累死 现在通过这个促转条例 基本就是 吃饭生意 当然 他讲的是事实 但是其实还是 非常简单化而已 马上有 新的 年轻的 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来教导我们 什么叫做促转条例 课审大会 浦高分组委员 靖宜大学 学生林志余 就是参加太阳花 反克纲 都是要角的人 他当年的丰功伟业 就是说 魏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吗 一定是他说 魏安妇不见得是被迫的 跟王小波还论战 最后他道歉 说也许我讲的怎么样 就这号人物 他现在讲什么呢 他说 余光宗的陨落 将会是台湾文学的黎明 我不同意 太阳花王毅凯说 戏后 说余光宗戏后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死是一种了断 却不能够负起任何的责任 社会大众 使人伟大的观点 而且只会让余光宗 这个加害者身份被遗忘 余光宗的文学与行为 皆因纳入转型正义的处理 那才是真正的负责 他如果只是一个小屁孩 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来处理他 可是他是课审大会 审未来台湾教科书的 课纲的家伙 他现在直接跳出来 要定义余光宗 要编尸余光宗 而且要把余光宗 作为转型正义 要用促转法来处理他 要把它弄成非法 要违法 那我们就等一下要来好好看看 促转条例 会怎么样的处理余光宗 是怎么回事 郁方委员 我真的希望李远哲看看 这交改的结果 然后民进党这些人也来看看 你们在推销仇恨的结果 就会产生这样的人 就会产生这样的怪物 历史事实搞不清楚 逻辑不清楚 什么都不清楚的人 为何呢 因为民进党 就专门的利用这些人 为什么说 现在他在进行 比文革还可怕的斗争 因为他就让这些人掌权 那余光宗怎么让台湾的文学黑暗 你讲我听听看 我先这样讲 他主要的意思是说 当年的乡土文学论战 不 我先讲一下 林志宇 你先写一篇东西 让我们感动一下 你有多大的能耐 你算哪颗充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余光宗 你擦他的 舔他的脚都不够格 我讲一个实在话 你写一篇东西给我们看看 你文学照会看你有多好 你再来批评余光宗 我告诉你 乡土文学是大家的观点 余光宗讲黄河 讲长将于他的事 我讲的实在话 台湾以前还有一个莎士比亚社 莎士比亚社的社长 创办人朱立民先生 我还当过他的基要秘书 你也可以用这个 如果按照这个 也可以去斗争 像朱立民先生这样 很令人尊敬的教授 为什么 那你搞成为莎士比亚 你有时候不搞乡土文学 你有时候不讲台湾 你讲什么莎士比亚 但是我跟你讲实在话 莎士比亚是全世界公认的 非常非常伟大的文学家 那余光宗 他就是不讲 不写 他其实他有讲什么 写高雄或师太有写 就是余光宗不讲台湾 他去专谈莎士比亚好了 专讲黄河讲长将好了 讲到能够让人家感动 他就是一个好的文学家 不是这样子吗 你天天都要讲台湾吗 砍井之蛙吗 很多独派的人 现在编师余光宗 其实是因为 197几年 那个年代的时候 余光宗跟唐文彪 还有陈应征 他们两派的 现代派跟乡土文学派的 乡土文学论战 余光宗写了一篇叫做 有狼来了 说你们这些人 你们有些用的语气 跟共产党跟毛泽东好像 然后我是一个 他是一个反共的一个作者 因为他的家乡淪落在共产党手里 以他当年那样的环境 逃难的环境 他当然是讨厌共产党 所以他说你跟共产党好像 然后我才是正确的 那乡土文学的陈应征他们说 我从工农兵这些文学 从乡土文学起来 我才是正确的 这就是我一开场讲的 所有人都要救国 每一个人都说我才是对的 我是对你是错 我们来看看 最极致的就是毛泽东 跟蒋介石 回忆一下他们当年讲话那个氛围 所以做一个中国人多么难 从满清末年一直到现在 整个国家多少 几千几百种救国的主张 每一种主张都有很多人支持 很多人反对 反对人就要把支持人干掉 支持人要把反对人干掉 大家杀来杀去 我杀你你杀我 什么才是对的 之前我实在必须指出来 这里头在现在这个余光中事件 还有一个最反讽的一点是什么 最讽刺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当年你讲的1977年 余光中这个现代派跟陈映珍唐文彪 为首的这个所谓乡土文学的论战的 这两批人 现在所谓的台独的年轻人 这个小屁孩出来支持的 所谓这个打抱不平好了 陈映珍跟唐文彪他们 他们是统派 全部都是统派 他们当时的主张是说他们是认同对岸的共产党 认为说共产党站在这个农工 这个劳工的这个农民的这个阶层来 他们才是对的 所以他们要打倒就是说这种什么小资派的 他们是当时是这样一个论战 就是左派跟右派之争 今天不管如何 你今天走到这么多几十年 你连历史也不去读一读 然后你这个人 你还是基于台独主张的 你基于台独主张的 你跑到这里头去缴获什么呢 他在那边讽刺余光中的文学 他的基础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文学 必须可能要用什么罗马拼音 然后拼成那种不能用汉字的那个 没有 他说余光中是加害者 就是在指 乡土文学论战的那个 加害陈映珍那些人 我的意思指的是说 他说台湾文学的黎明 对不对 那你说什么叫台湾文学 其实生在台湾的人 用中文书写他在台湾的感受跟经验 这就是台湾文学嘛 本来全世界的文学 都是这样定义的 所以我才讲 他这种主张是纯台独 而且是极度狭隘的台独主张 你跑去几十年前 搞人家那种那个去 文学论战 实在是 我真的觉得整件事情 既讽刺又错乱又悲哀 而今天的民进党 是谁给这些完全搞不清楚 状况的人权利呢 就像志贤刚才很感慨的 他如果就是路上走的 甲乙饼的 我们何苦来哉 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一个 历史事实搞不清楚 逻辑不清楚 什么都不清楚的人 为何呢 因为民进党就专门的利用这些人 为什么说现在他在进行 比文革还可怕的斗争 因为他就让这些人掌权 他就让这些人有发言权 让这些人搞不清楚 就要来实施迫害 民进党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重复很多 以前的独裁者他做的事情 重复了很多以前掌权的人 率土之兵都是我的 每一个老百姓都属于我的 我到长沙去 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去 这是在毛泽东少年读书的地方 他们所立的一个毛泽东的一个雕像 非常年轻的一个毛泽东 然后这个是立在韶山 他那个区里面最大的一个 毛泽东的坐下 你看非常多人去向毛泽东致敬 我在现场还看到很多共青团的人 痛哭流涕 这是他们的偶像 然后这个是毛泽东同志故居 这是一个保留当年的老房子 你看这么多人是排队 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想要到毛泽东的家里面去看看 他们永远的毛主席 家里当年是什么样子 然后上礼拜我到北京 这个是天坛 所谓的皇帝到这里要祈福 天子祈福不是为自己祈福 是为国泰宁 是为老百姓祈福 你看他那个天空多蓝 我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我就是用一个很差的相机拍的 齐年殿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我真的很感慨董哥 可是回到台湾是要编诗余光宗 我一点都没有要帮余光宗讲话的意思 他当年他写的诗做的事 他做了什么事 没有做什么事 请怀源史诗 可是由这些人拿着政治斗争的 其实就要斗死一个人 然后他讲要转型正义 要用转型正义 是可以把邀及各相关当事人 陈述意见 然后厘清压迫体制 加害者跟参与者的责任 当年蒋介石执政的时候 任何一个记者写过一篇文章 骂过左派共产党或骂过台独人 都是加害者跟参与者 所以你刚看那个北京的天空 我想起2014年 有个大陆人叫财靖 他拍了一部片子叫苍穹之下 那时候的北京是很污染的 今年呢 他们被认为污染 整年下来只有一天 觉得说自己改革还不够 那一天刚好是10月25号 台湾观物节 那他们的改善已经到了不得了了 就说国民党 当然就是有事情没有做好嘛 应该自己检讨 可是这并不表示 对民进党现在造成的这个问题 要用国民党去挡嘛 过去马正鲁时代 没有人走上街头在防空屋 那为什么现在有 因为现在的空气实在 也太渣了 高雄最可笑的是 昨天还办两场马拉松 你要让这些闲所早点得肺癌吗 莫名其妙嘛 然后我们看到环保署长也去 所以你今天看到民进党 因为他自国无方 每天都在搞笑话 他就 这种小屁孩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就讲东讲西 但是他不是普通小屁孩 他是克省大会委员 他决定将来的克纲 是 所以这个才可怕 就是我民进党 蔡英文这种垃圾政府 付给他这样的权利 他可以讲东讲西 那他知道吗 他今天修理宜光中 跟宜光中那时候 互相是反对的 那是陈应征 陈应征去年在北京构市时候 是葬在八宝山的英雄魂墓里面 那表示他真的是共产党 是啊 是共产党的英雄 也是统派 那你今天的 你今天的那个就臭乱 不管是宜光中或陈应中 都是我非常尊敬 而且非常崇拜的作家 那当时还被论战 还有一个黄春明 也是乡土文学大将 也被台独的蒋维文 骂他可耻 你为什么不用罗马拼音 你为什么用中国字写作 后来黄春明回骂的时候 还被蒋维文告 一审来判黄春明输 后来全国大华 他只是被人家一路攻击 他才会骂 一句不好听的三字经 结果后来二审判得罪 黄春明演讲的时候 蒋维文就去闹场 是 所以我说 我们其实在台湾社会 你看很多人形形色色 可是你今天看到民进党做的 他就是独裁 我现在建议民进党把过去 动员看乱临时条款 把他拿来二毒三毒 就直接够 他就不必定这么多 好啰嗦 你有动员看乱 你就可以指定我要干嘛干嘛 戒严法 而且蔡英文可以 三年任 四年任都没关系 他可以一直当到 当到八十岁 是 民进党的选民 一票等于三票最好 不行 一票等于十票 民进党选民票 比较直接 三票太少了 凡公务员必须民进党员 才能做公务员 这样比较好 是 我们帮他写好法条好不好 所以他现在敢这样做 那你今天看到台湾社会 有什么民主的 现在民主变成是一个大笑话 现在民主变成民进党咒诅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章话没有道理 而且没有羞耻心 民主就是民进党做主 促转就是促进威权 更加转进 促转条例第六条 要识别加害者 并且追究责任 回复或赔偿被害者 要怎么样 要公布这些案件 然后呢 规定 比如说我要来查 余光中 有人检举余光中是加害者 余光中已经死了 没关系 我可以查封余光中写的一个字 他家里所有的藏书 他的来往信件 他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这些 叫做必要资料或证物 我可以带走查封 我可以继续搞 通通都是我的 民政这很棒 这很简单 国民党在台湾60多年 有两件事情没有做 一件事叫去殖民化 第二件事是蒋介石跟国民党的历史 国共关系的历史定位 没有做处理 什么叫去殖民化呢 国民党在执政的时期 没有针对整个日本过去 黄民化的东西做一个处理 包括我知道上一集 之前也在谈林少猫 你知道林少猫入室中烈池 曾经被要求被移出来 说他是土匪不是中烈 日本人说他是土匪 国民党也说他是土匪吗 是要求他的人就是国民党的高雄先议长 陈田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林少猫 他的家人 林少猫当时去攻击过他们的家人 但是因为他们帮助日本 其实林少猫根本是台湾的罗宾汉 但是由于国民党重用汉奸 所以说才会造成今天这个问题 而我不要讲说过去那么久的是 大家看今天台湾的士林的枝山岩 有一个学务官僚遭难之碑 这是枝山岩事件纪念碑 日本人立的碑 为什么今天可以矗立在士林的枝山岩 而下面是万华的西本院寺 本来已经火都烧掉 这个都被打掉了 是谁把他复原回来 不是民进党喔 不是民进党人干的 谁干的 那大家可以去Google 看是谁在这里 请听我讲完好吗 我再来说下一个是奖的历史定位 以及国共关系 为什么没有做清楚的定位 因为刚刚看毛跟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共产党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在这个 有两个很重要的历史文件 一个叫关于党的历史问题 以及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他最重要的是 给了文革时期的毛一个三七开 由共产党自己给毛泽东 做了一个历史定位 说他有功有过 而国民党当他开始说解除戒严 废除动员勘乱时期之后 他并没有清楚的定义 蒋介石的定位是什么 国共斗争的定位是什么 他没有做出来 那就任由人说 甚至把整个话语权 以及舆论阵地放给了独派去说 最后就导致这个结果 所以我才说 咎由自取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那个民政的逻辑 也许你论述各方面 讲得头头是道 可是你的逻辑最奇特的一点 从我看 就是说国民党有这些事情 什么什么都没做好 咎由自取之后 民进党这些行为 都是值得容忍的 就是说国民党 当然就是有事情没有做好 应该自己检讨 可是这并不表示 对民进党现在造成的这个问题 要用国民党去挡 他刚才这个逻辑给人家感觉就是这样 第二点 他刚才讲到台湾跟大陆的比较 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的定位问题说 大陆什么三七开什么 我觉得这个完全只是用共产党的论述 完全没有加以了解说 共产党在整个政治斗争里面的脉络 我觉得这样子讲非常非常的可疑 好 等一下 明正你先回应一下 我必须要讲 我只是告诉你说 别人为什么成功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而国民党不懂得自己去检讨 那就要到处怪东怪西怪别人 那很抱歉 对选民来说 你要会怪东怪西怪别人 我也要统统怪到你身上去 那民进党 我们不用谴责民进党吗 我完全赞成可以谴责民进党 这样的强人 强盗 只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我们得先了解问题的根源 才能对症下药 而这是国民党 如果他想要救活自己 必须要面对的历史问题 他这种论述的结果 就是给民进党开绿灯 师承 你觉得民政的论述 是给民进党开绿灯吗 这么说好了 我觉得这次两码事情扯在一起 这有一点牵强 国民党是国民党的论述 而且毛泽东当初有搞过文化大革命 死了不少人 所以他给他三七开 那时候大家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 是有一些问题 更严重 蒋介石在台湾 他的历史定位 跟毛泽东在大陆的作为 恐怕这样子一起放在一起评论 会有一些落差 就国民党来讲 跟蒋介石靠太近没有选票 所以一切是为了选票在考量 那你如果说 国民党过去很可恶 没错他丢掉挣钱了 但是总要恢复 继续执政 才能够你去执行你的党的政策 讲解石在台湾 他的历史定位 跟毛泽东在大陆的作为 恐怕这样子一起放在一起评论 会有一些落差 我的意思是说 我明着你的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自己有没有回过头来 面对蒋介石 自己给他功过几开 你开嘛 当民进党现在在斗争蒋介石 到现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国民党 从党主席吴敦毅 一直打开 一直打开 直到立委们有几个人 胆敢站出来为蒋介石辩驳的 我一生没有入过国民党 我都站在历史 站在人的良心上 我必须讲真话 我必须帮蒋介石讲话 在这个时候 帮蒋介石讲话有什么好处 我都帮蒋介石讲话 我把列出他所有的功劳 国民党有几个人 董哥 就国民党来讲 跟蒋介石靠太近没有选票 所以 一切是为了选票在考量 那你如果说 国民党过去很可恶 没错他丢掉政权了 但是 总要恢复 继续执政 才能够你去执行 你的党的政策 任何一个政党 都是为了执政而存在 那 你执政而存在 你的正义感 或者你 内心的自国理念 这些要怎么去执行 这个党 你必须要一行这个去做 余房兄 你这个讲法就是说 他是以便该全 譬如他讲林少茂 林少茂现在在哪 供奉在高雄的忠烈池 你讲陈天堡 陈天堡他个人他反对他的事情 你要讲在哪里 国民党就让他入籍在那里 第二个你讲说 憲公教的这个照顾 就算年终慰务金取消而已 但是求你眷村能够去改建 是谁帮的吗 是国民党 就用公教人员 小孩子念书 他们的那些教育补助 是谁做的 是国民党做的 你都帮就用公教 所以不如偏差去 以偏来概全 自己帮蒋介石讲话 我讲了很多啊 我没有必要帮他讲话 我们都帮他讲了很多话 我没有 而且讲实在的 台湾现在面临的